自從華格勒兵團的首領說不夠彈藥 犧牲很多人想退出這個城市之後 這個車臣的領袖公開說 如果你的兄弟不行,我弟弟來幫忙 現在他也說他要求希望華格勒的士兵加入他們一起去 當然不知道會不會,因為始終不同了領導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Nigerian的政治家被判九年來英國 因為他就販賣了一個年輕人二十歲左右來英國 就是捐,不是捐,其實是給錢 或者不知多少錢 就是給這個腎臟,給他的女兒 他的妻子和醫生都是判罪的 手術沒有進行 而這個年輕人也被不可以公開的名字 因為要保護他 法官認為他也很勇敢 這樣站出來 他也說不敢回去 因為都怕著會報仇 因為始終那個勢力很大 在那裡有權力的人很大 法官就譴責 這個就是屬於販賣人口 是一個奴隸式的 就算器官都不可以當是商品 用錢買賣的 英國的東邊倫敦 就八小時內 就不同的個案 有三個人在八小時內 相繼被刺死 在星期日晚 十七米長的瓊魚被移走 他的屍體 就是上個星期二晚 那些人試過去拯救他 在一個約克鎮那裡 一個很著名的沙灘 但是拯救無效 都死了 那麼他們終於都要移走 這個瓊魚 他說因為不移走 也可以提防 有些人會偷 所以要盡快 因為他試過2020年 也試過有人 走來偷走那些瓊魚的 牙骨 那些東西 就非法 就是身體的部分 因為瓊魚十七米長 很大 他們應該要分割 荷蘭當局 就拘捕了154個足球員 在阿姆斯特丹 因為他們已經被警告幾次 他們還繼續唱反猶太主義的歌曲 好 暫時